相声大师的子女颜值 冯拱与儿子活像一对双胞胎 第一位冯拱 儿子冯开成和他宛如复制粘贴 却没有子成副业 既不混娱乐圈也不混相声圈 而是在IT行业小有成就 看起来确实比老爸严肃多了 第二位江坤 他的女儿江山 无论是外貌还是神韵 都特别像父亲 如今已经40多岁的他一点不显老 圆圆的脸上满是胶原蛋白 第三位郭德纲 大儿子郭麒麟家喻户晓 瘦身成功的他成了很多人的男神 比老郭年轻时不知帅了多少倍 相比之下还是胖乎乎的老二 更像是郭德纲的迷你版 第四位于谦 儿子于思阳今年已经14岁了 瓜子脸和妈妈如出一辙 帅气的外表完全避开了老爸的缺点 比郭德纲的两个儿子都要好看 第五位马迹 他的儿子马东才华横溢 但颜值却被人调侃为千奇百怪 个子不高加上肉嘟嘟的 在娱乐圈确实有点拉后腿了 第六位杨绍华 杨绍华有四个儿子 最出名的是小儿子杨逸 不仅长相上和父亲共用一张脸 还继承了父亲的衣锅 成了相声大师 第七位岳云鹏 岳云鹏的女儿五官完美copy了爸爸 不过岳家由女出长成 渐渐长大的女儿气质更像妈妈 尤其是一双大长腿 非常抢镜 你最喜欢哪一位新二代 你最喜欢哪一位新二代